好,我們接著要上的內容叫做熱對物質的影響 這裡會出現融化熱、氣化熱有計算體 但是有很多東西是不用計算的 就是觀念、想法、理解就可以了 第一個,東西當吸了熱或放了熱之後 會對它造成一些影響跟變化 我們前面學溫度計、熱脹、冷縮 那是體積會改變 我們也知道吸熱溫度會上升 放熱溫度會下降 所以有溫度會改變 還有一個就是這裡的重點叫做狀態會改變 固態、液態、氣態、狀態會改變 所以東西吸放熱之後 會造成溫度改變、體積改變 或者是狀態的改變 然後我們就去講這些事情 然後講一些事 然後討論這些問題 然後這個叫做 我們的溫度會改變 吸熱的時候溫度會上升 放熱的時候溫度會下降 所以就是溫度計上升下降 那我們先說它的狀態沒有改變 你也有引發一些別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一個溫度改變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東西都會熱脹冷縮 所以體積會改變 然後是熱脹冷縮 但是有一些例外 水深也 然後TP核進地外 我們基本上國中只叫水 水不是熱脹冷縮 水不是熱脹冷縮 誰有所謂的異常現象 在四度吸的時候 誰最小誰最大 還記得嗎 四度吸誰最小誰最大 體積最小誰最大 密度最大 這兩個都考過 這兩個都考過 一次考試考圖 不是體積的土 一次考考的是密度的土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所以水不是熱脹冷縮 水不是熱脹冷縮 OK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狀態改變 就是固態 液態 氣態 從固態變液態 從液態變氣態 或倒過來 這過程中需要有吸熱跟放熱 重點是 重點是這個過程中 這個過程中 溫度不會改變 所以這兩個圖 從冰塊加熱變成水噴氣 有一個加熱的曲線圖 你會看到 有一個開始融化的時候 到融化結束 然後開始沸騰的時候 到沸騰結束 這裡就出現一個圖 重點是那個平平的地方 平平的地方 表示溫度沒有變化 可是還是繼續在加熱 繼續吸熱中 所以我所吸入的熱量 是用來作為狀態改變用的 不是用來增加溫度用的 所以溫度沒有改變 但狀態改變 然後等一下告訴你 這張圖可以考很多事情 不用考計算 光是這張圖可以考很多事情 過程中 過程中他要吸熱 但是溫度沒有改變 那全部都融化變液體之後 他才會繼續上升 就是這張圖的一個重點 好 來 然後就一直又出現 先講一個融點跟沸騰 融化的溫度叫做融點 那應該有壓力 一個壓力 平常都是在一大氣壓之下 所以我們說一大氣壓之下 因為融點是0度C 然後沸騰的溫度叫做沸騰 也是要講到壓力 平常都是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下指的沸騰是100度C 那如果你的壓力不一樣 這個融點跟沸騰就會不一樣 不過基本上 國中不討論這件事情 你就這樣吸就好了 好 融點是0度 沸騰是100度 前提是他是一大氣壓之下 沸騰的溫度叫做沸騰 融化的溫度叫做融點 然後會跟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有關係 就是我們那個融化曲線圖 融化曲線圖 那如果我是純物質 我的融點跟沸騰是定質 混合物就不是定質 就是我們判斷 它是不是純物質的一個方法 ok 好來這個融化曲線圖 我給了這個融化曲線圖以後 我就可以問很多事情 包括要算的跟不用算 第一個它是不是純物質 這個對過來 有個固定的融點跟沸騰是不是純物質 是 如果線一直往上去 就表示沒有固定融點就是不是純物質 可以問你是不是純物質 可以問你這裡融點幾度 背點幾度 可以過來 背成的溫度叫背點 然後叫融點 可以問你說 融點背點幾度 我還會問你說 這個時候比如說B那一段 什麼狀態 故意共存 還可以多考一些 如果B證診斷要10分鐘 比如說是2分鐘到12分鐘 總共要10分鐘 現在4分鐘 請問你固定跟一體的比多少 幾比幾 好 全部要10分鐘 4分鐘指2分鐘 5分之1 所以只有5分之1變成 一體 其他5分之1是固定 我就會知道幾比幾 幾比幾 所以我就可以問你它是什麼狀態 甚至可以再細節問它 這個距離是幾比幾 好 我要可以考 我要可以考你不同的狀態 比如說物態跟液態的比熱誰大誰小 這只要看誰的變化快 誰會慢慢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在三態變化的時候質量不會變 所以質量相同之下 比熱大的溫度不容易改變 然後呢 我還如果再給一些數字 幾分鐘啊 1分鐘給多少卡 這樣的話 我還可以問你 它的溶化熱多少 氣化熱多少 等一下會提到溶化熱跟氣化熱 我可以考計算你 我可以考計算你 或者是它這一段吸熱吸多少 所以我都可以問 所以我還可以問 比熱有多少 這就是如果我給一些數字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OK 然後呢 還可以問一種 這古時候考過啦 現在沒有 最近很多人沒這樣考 假設這個是 假設這個是 加熱100公克的B塊的溶化器件 那我去問你啊 那改成加熱200公克會怎麼樣 第一個這個斜斜的地方 會變得比較陡還是比較平 如果是100變200的話 那比較陡還是比較平 比較陡什麼意思 溫度更容易變化 比較平什麼意思 溫度比較不容易變化 那100跟200會容易變還不容易變 第二個 這個平民對過來的溫度會不會變 平民對過來的溫度 這個對過來是0度C 變成200克的對過來是0度C嗎 是不是0度C OK 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問一些這樣的曲線變化 這邊我剛才所舉的例子裡面 絕大多數都是不用算的 絕大多數都是不用算的 所以我可以考一個融化曲線 然後呢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不需要算 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這就是我們要跟各位請你注意 這個融化曲線 OK嗎 OK